你之前答應過我找工作 你現在打機算是怎樣? 我有找啊 這個情況已經是第25次了 而吵架的內容一般不是對方變了 就是對方幼稚 這個時候 閨密都會看回和前導發信息的事 你之前瞞著我和你的ex 聊天 很開心的 我講過多少次 我跟他聊公事 我突然想起 我們每個女生從小到大 都會有一個閨密 他的名字叫做矜持 當你想和男生表白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女人不可以表白的 這些東西當然交給男人做 當你約會見到想吃的東西 他會跟你說 女人不可以餵食 要有儀態 當你想結帳 他會跟你說 他會跟你說 女人約會 不應該結帳 我來吧 當你想和男朋友分享一些搞笑事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女人不可以說鹹濕笑話 會被人覺得輕浮 看什麼 嗯 沒事了 一點東西都沒有 這件事我不跟你算 你一刻 我突然想起曾經的自己 你偷看我的東西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的感受 你說到你有尊重過我的感受 就這樣 我有一直以來都尊重你 就遷就你了 你睡覺好想去打遊戲 你要不要電動我的遊戲 那你不喜歡 那你不喜歡 那你不喜歡就走 你說一次 我說 那你不喜歡就走 我不想見到你 女人不可以主動 不可以放下姿態 我走了 你好好保重 你兒子飛以後都沒有回來 分手是什麼 分手意味著那個人 會在你生活中消失 但是他曾經留下的痕跡 仍然還在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但最近我明白了一個道理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些事情 是被女人的矜持更加重要 我想我以後都不會再需要你了 因為我只好喜歡我自己 你是喜歡他的 就追回他 但是 暈倒一個喜歡的人是很難的 一段感情錯過了之後 就回不了頭了 來 如果那一天我追回你的話 我們的結局 會不會不同呢 沒得太多了 我問你 你住 對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